刚刚有消息传了出来 就是华美国阳机队的棒球队 里面有九个人打了COVID针 都中了招 里面包括球员、教练和其他职员 他们其实是打了J&J的疫苗 通常都是打一针 打了这个疫苗之后 他九个人中了招 七个人是没有病征的 有一个叫做feel good 不知道是怎样 应该是很轻微的症状 另一个就说有病征 应该是不严重的那种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 当然也是说打了疫苗都没用 一样会中招 一定主流的信息都是这样的 大家都知道 因为没有疫苗是100%有效的 所以打了疫苗之后 仍然有感染 其实都不奇怪的 但是为什么这个棒球队里面 这么多人集中 打了疫苗之后 还这么多人一起感染 那么这个CDC就在查 那之后就应该有结果 会公布 但是其实可能我们估计的原因 就是说这个职业棒球联盟 它有一个计划 就是说为了鼓励大家 去打疫苗呢 那这些职业棒球联盟呢 就有一个目标的 那个目标呢 就是说如果那一队的棒球队里面 85%的人都打了针呢 就会有一些incentive的 就是有一些奖励 就可以放宽某些限制 比如说可能无需要 就是由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 无需要隔离那么久啊 那有某些情况之下呢 是不需要戴口罩的 就是可能你打棒球 在某些位置就说 那些位置就不需要戴口罩 或者呢 你在那个队伍那个巴士上面呢 如果你打了针之后呢 那有85%的人打了针呢 就无需戴口罩啊 都可以聊天啊 聚在一起啊 那甚至在那个棒球队的clubhouse啊 他可以不戴口罩 去大部队 或者一大堆人聚在一起 都可以的 我们知道阳基队呢 是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了 所以呢 他是用做着这些 这样放宽了的做法的 那就是我们又不太肯定 会不会就是因为 就是他达到这个目标 有85%的人打了针 所以呢 他们很多时候会聚在一起啊 可能很长时间啊 那大家都知道了 因为如果你是棒球队的话 你很明显就不能够 像其他人那样 work from home 那变成了呢 就是很多时候都要聚在一起 或者你 他在美国国内 就是由这儿去那儿啊 搭着长途巴士啊 那之间 就是期间里面 长期的接触呢 可能就是美国现在每天都还有几万人 是有新案件感染的啊 那所以呢 其实可能中间有人感染到 那他们之间 又长期接触的话呢 可能增加了他感染的风险 那但是怎样算也好呢 就其实呢 就他们打了针之后都中招 那但是大部分都是轻症呢 另一方面来看 其实就是说 证明了针药是有效的 那我们都说过很多次了 因为以COVID这么广泛的传播呢 我们没有办法去将它在地球上清除了 那我们呢 就下一个比较实际的目标呢 就是令到它呢 就没有了那个伤害性 就是好像那些蛇剥了牙那样 我们呢 要将COVID 将它变成呢 好像其他普通伤风感冒的冠状病毒那样 那它在那儿 但是感染了也不可怕 那这件事呢就正正是疫苗做到的事了 那这一群人其实如果他不打针 那可能的后果更严重 还有大家 虽然说 杨基队全部都是名人啊 那大家觉得 就是好像九个人那样 就是break through 感染很大件事 那但是大家都不要忘记就是说 究竟全国有多少人打了针 之后再感染再break through 其实呢 这个数目呢 虽然都仍然是非常之小的 虽然他们是名人 那但是名人极都是九个人而已 那所以 如果相比美国全 有亿几人打了针的话 那就其实这些break through 的数量呢 仍然非常之小 即使是break through 就大部分都是轻症 就是跟我之前说的一样了 就是说打了针呢 就弱伤都变成首飾伤了 CDC的大理由 他回应这个阳基队九个人受感染 就是九个人有break through 感染的时候 他就说打了针之后呢 其实呢就会减低你的感染的机会减低很多 即使你受感染呢 你有严重的症状的机会也都少很多 受了感染之后 你再把感染传给其他人的风险也都低了很多 所以大家要明白呢 有break through 是正常的 那最重要这些人呢 大部分是轻症 不会入医院 那就是打疫苗的目标 已经达到了 那就是有些等于什么呢 就是等于你戴安全带这样 就是你不能够说 我戴了安全带 我都会出车的 那戴安全带就是没用了 你不能够这样倒转头来说的 出车其实不能避免的 那可以避免的 其实就是说你永远不出街 你就可以避免不会遇到车祸 其实是不是 那但是你不可能做到嘛 那所以下一步呢 就说既然我们都要出街 那就是出街的话 那开车的话 总会有机会出车 那这个机会不是很高 但是呢 始终有这个机会 那我们唯一下一个目标呢 就是将伤害减到最小 那我们知道呢 戴安全带呢 即使很少的机会之内 真的出了车祸的话 那我们的伤害呢 都会减低很多 所以我们呢 都建议大家 就是大安全带 就是打疫苗 都是同一个意思的而已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 点赞 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